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 《为政篇》第十四章 子曰君子舟而不必 小人必而不舟 福子说君子舟而不必 舟 舟片 臂 亲臂 君子思考问题 是能够真正舟片的 总体的思考问题 而不会亲臂偏思 这个舟我们讲舟环 舟就是一个总体 就是能够舟到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它能够重视到它的普遍意 理想意 笔 原先这个笔是两个人坐在一块 叫笔 这个笔 两个人坐在一块 这个字形 这叫笔 两个人走在一块 叫虫 尊虫那个虫 两个人站在一块 叫做病 所以它很有意思 两个人坐在一块 然后背靠背 叫做北 这是背 这是本质 所以就人 华人讲的人的关系 它很丰富的 而且它从文字的表意上 就可以清楚理解了 我们的文字 是一个图像的文字 是一个表意的文字 它不是一个拼音的文字 拼音的文字 是一个规定的文字 这幅规定 这叫什么 从语言上 约定俗成了 那我用符号来记录 这个约定俗成了 从这个约定走向规定 我们不是 我们基本上是存在 那个事物 它如何发生 所以它基本上是 从存在的彰显 从这个存在的彰显 我们把它 模拟它 仿效它 把它做成了一个图像 所以它是一个图像性的文字 图像性的文字 它跟拼音文字很大不同 图像性的文字 它是基本上是存在为本位的 拼音的文字 它是以语音为本位的 语音为本位的 后头就是逻辑为本位 存在为本位的 它基本上回到了 存在事物本身的发展 所以以这个语音逻辑 到最后就强调了 我们讲了logos 就是罗格斯为中心的一种思考 而我们不是 我们回到那个道本身的 所以这个道跟罗格斯 还是不一样 因为道是要起于无言 而且义于无言 道本为无言 而一切存在事物 基本上起于无言 而成为言 去落实 去说那个东西 说那个东西 所说的东西 跟那个东西本身 我们是清楚的 那个东西本身 它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的文字 这个图像 是回到存在本身的 所以讲粥 你想到粥 讲粥 字这么写 一看 看久了 就可以体会到 它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君子粥而不粥 小人是粥而不粥 君子这个概念 它两层概念 一个就是居上位 也是有德者 居上位者必须要是 有德有财的人 那夫子采取的是一个 有德有财 特别着重在德上来说 而他落实来说 也是要 是一个管理者 因为有德有财的人 他必须是一个 是一个管理者的话 那么 这就会管理得比较好 这个整个政治社会的 共同体就会好一些 所以 他想到的 这个君子这个概念 在整部论域里面 他当然有一个很大的 飞跃的进步 就不只是居上位之人 而且他是一个有德之人 有财 必含于其中 但两个概念是以德为优先的 要放前头 所以君子周而不必 做一个有德有财的君子 做一个好的管理者 他想问题是想到周到的 想问题是想到一个普遍的 想问题是想到那个总体该如何的 而不会偏失 不会只想到 临近的 那个比有临近 有偏失之意 就我临近我的如何 偏失于我的如何 这叫君子周而不必 小人必而不周 小人所见者小 君子所见者大 所见者大 从其大体为大人 从其小体为小人 大人就是君子 孟子各种大人这个概念来说了 大人就所见者大 能够依据着大体 所谓大体就仁义理智 就大体 所以小体就耳目口腹 耳目口腹很重要 但是 仁义理智更重要 你的耳目口腹不遵从仁义理智的话 那就 倒反了 而仁义理智也是从耳目口腹 的条理里头去体会到的 去理解到的 这是两端而一致的 所以我们谈这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清楚的 君子周而不必 小人必而不周 而小人这个概念 原先就是一般小民百姓的概念 因为小民百姓他们要负这个管理的责任 他是被管理者 他重要的就是他好好的要谋生 他过日子 他过得好 所以他思考问题比较是必而不周 就比较是接近他生活周遭的 是以他个人为核心的 也就是比较回到自己来说 这么来的话就难免会偏思 那也是当然 所以他会必而不周 他想问题不周遭 他会偏思 另外在很多注解里面 也把这个周讲成亲厚 把必讲成迎思 这也行 因为这个亲厚 就是君子他思考问题的话 能够思考到整体 所以他待人能和蔼 能够很温厚 因为他想问题 想问题宽广宽厚 想问题能够亲亲人民 他们把他思考 将此心比他心 将我心比你的心 将你的心比我的心 他能够整个天地 同体而一人的 仁爱的人 一体之人的来想这个问题 所以是周而不必 而小人必而不周 小人这个概念 后来就慢慢的 被往道德价值认定上去走了 它不是社会阶层而已 就你那个德跟财 都比较弱的人 特别是德 道德比较弱 比较生命的 真实的人格的要求 比较弱的人 整个是比较弱的 社会阶层比较低的 但是后来在论语里面 就强调了 只是这个人格的问题了 人格比较低的 他无关无社会机会了 所以一个贱民 一个贫贱的 社会基层很低的人 他一样可以是一个 有德的君子 他一样可以有德的君子 因为有德之君子 他不以社会的基层来论 所以我们说 职务有高低 人格有品级 职务的高低 不能决定人格的品级 相对来说 我们希望人格品级越高者 能够有更高的职务 而有更高的职务 就会有更多的权利 而更多的权利 就是要为人类服务更多 要为人民服务 为天下产生服务 他基本上 要能者多老 要为天下产生来服务 所以思考这问题 我们连着来想的话 你能想到周边总体 就不会亲笔偏师 这很自然而然的 思考到这儿 你就了解 君子欲以异 小人欲以利 这怎么意思 做一个有德有才管理者 他要明白这个义利 义讲就是一个普遍性 总体性 大家可以共同奉行 遵守的一个法则 大家能共同遵守这个法则 是为了公众之利 义的目的是要求其利 而小人不明白这道理 他只会偏思自己之所要的 所以小人欲以利 他只记得 他只清楚自己的利害 你自己的利害 没有照顾到整体的脉络 不了解整体的利害 整体的利害 你就考虑到公义 公着公共性 普遍性 共同体也 一着一页 它的适当性 所以公义 最简单的说 就是公共的 那个总体 那个社群 共同体 所共同认定 所依行 所信守的客观法则 而相信这样的客观法则 是有助于全体 所有的人的利益的 当然所谓所有的人的利益 他考虑到一个未来的发展 这里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议题 儒学算清楚的考虑到这个问题 因为一切的道德 一切的正义 它一定是要具有公共性 普遍性 理想性 总体性的 你没有考虑到这些 而误认为儒学 是一个注重 所谓私领域 这样的正义而已 这个说法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儒学讲究的当然是一个 共同体这个概念 而共同体这个概念 儒学我常说的是要 涉及到四个共同体 当然你要分几个共同体都可以 但是他就说通天地人我万物 简单说是这样 你天地自然的共同体 血缘人伦的共同体 政治社会的共同体 文化教养的共同体 这就要通天地人我万物为一体吗 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问题 我们仔细去思考 儒学是由宇宙意识 是由公共意识 是由普遍意识 是由理想意识 是由总体意识 它重视的是共同体 共同体这个概念 每一个人都有了 而且能够想到这个共同体 你就能够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如此来理解 君子周而不避 小人避而不周 那君子之如 跟时下所说的公民之如 其实也是一见之遥 一念之转 他就是到了一个现代性的社会里 他必须学习现代性理序 自然而然也就掌育成 现代性社会下的公民 而公民这个概念 跟君子这个概念 他不是等同的 但是他是可以聚合在一块 彼此合作的 而且君子如学 还可以启动了公民如学 这个部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它 我们再把这一章读一遍 只曰君子周而不避 小人避而不周 住管 滚住 旧疾不避 小人避疾不疚 好的 我们今天 《论语为正篇》 第十四章 就说到这个地方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